Linux Odyssey 本次也有入圍那個 加安復化競賽 好 大家好 我是洪信 那我們的這個答案叫做Linux Odyssey 它是一個Linux的指定的互動式教學網站 那我們就一樣先來看一下影片 你知道嗎 程式設計不僅僅是寫程式碼 還涉及到如何有效的 因為電腦互動 所以我們就 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驗 讓你好不容易完成了你的第一個程式 卻因為不熟悉終端機而無法運行 這有多挫敗 現代社會大力推動程式教育 人人都要會寫程式 卻往往忽略背後開發環境的重要性 使得許多學生在過程中充滿挫折 開發環境具體而言究竟是什麼 其實就是你在寫程式 執行程式過程中所需要的一切工具 而這些工具 99%都沒有圖形化介面 需要在終端機 輸入一行一行的指令來使用 與此同時 大部分的程式要用來運行的環境 並不是我們平常使用的Windows或是MacOS 而是Linux作業系統 因此 Linux也是學習程式非常重要的一環 但是現在有的各式Linux與指令教學 通常是針對專業人士設計 對一般人而言過於複雜 進而開始對終端機產生恐懼 而這 就是我們Linux Odyssey想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相信實際操作是學習最快的捷徑 因此設計了Linux Odyssey這個互動式教學網站 你不用安裝任何軟體 只要使用瀏覽器打開Linux Odyssey 就能連線到一台Linux電腦上 通過設計好的遊戲關卡 整個劇情一步一步運用指令剪開明體 同時有檔案術這個視覺輔助工具 幫助你更直觀地了解終端機內發生的事 在這些過程中 你可以實際練習並熟悉Linux指令的操作方式 在擴解關卡的過程得到樂趣與成就感 且真正獲得用指令解決問題的能力 Linux Odyssey不僅是一個學習平台 它是一個需要你捲起袖子 面對真實開發環境挑戰的冒險之旅 透過遊戲化的學習環境和實際操作的經驗 我們希望能解決當前程式教育中忽視的開發環境這一塊 減少學習過程中的挫敗感 那麼,準備好你的鍵盤 跟我們一起開啟你的Linux冒險吧 好,那我們今天呢 專案想要來找就是試玩體驗者 就是希望是找零基礎的人 那來告訴我們你們使用的感想 然後我們也希望找UI UX設計師 來跟我們討論可以怎麼樣去提升 我們網頁的使用者體驗 那此外我們也希望可以找更多的開發者 來加入我們的團隊 我們使用的是 Node.js, Vue.js,還有 Docker 然後我們也希望找一些資訊教育的從業人員 來討論我們這樣的系統 可以怎麼樣去導入到教學現場中 那這個LinuxOdysy.xyz是我們現在的網站 已經可以上線 直接上去開始玩玩看了 然後這裡有我們的Github連結 那我們在G0V的Slack叫做LinuxOdysy 那我們的發表就到此結束 謝謝黃線 那...誒誒 我們要找到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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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